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风气 并且推行地方观光万里区公所 举办万里祥护 呼你健康的践行活动 特别选择近来超夯的 万金杜鹃基地的所在地 马树溪步道 践行路线全长大约4公里 要让民众户外休闲散步 一并欣赏马树溪畔 沿途的美丽风光 今年我们规划的是 从我们的马树溪步道这边 那马树溪步道今年 有我们万金杜鹃基地 都在这边建设七个花聚落 那还有我们的马树溪步道上面 还有马树运动儿童游乐设施的 一个溜滑梯 这里非常多的一些设施 那这个步道非常优美 它一直延伸到热佛中午这个地方 然后再回来 这个是我们上万里的一个步道 万里区内有多条步道 近几年公所力推观光 因此践行活动 也特别挑选山海线旁的观光步道 来进行 而今年挑选的马树溪步道 以马树溪生态 以及杜鹃花基地为主要特色 邀请民众把握花季的尾声 前来散步赏花 明年的话 我们可能会办下万里的那个步道 那下万里就会从那个 大棚的泡脚池公园 然后一直到那个万金温泉 那个自行车道 然后衔接到金包里西景观桥 到中山坛公园 所以这是我们围桥三线 也就是上万里中万里下万里 那我们希望发动这个活动 让大家所有的那个 我们的居民 大家可以健康慢活 而且是全家亲子出来 此外今年践行活动 还有许多的亮点 像是社福大车队的共襄盛举 让亲子羽毛宝贝都备受照顾 而许公所也期待透过艰行的活动 能够让万里的微笑三线 慢活低摊步道 暖树溪清水步道 螃蟹村山海步道 以及温泉自行车步道 被更多的民众所熟悉 要鼓励游客到万里低摊漫游步道 走透透 记住好平函 万里赛访报道